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哈喽大家好 每天一管直拍车超跑修理 今天我们继续说法拉利488Pista 有朋友说了好像488之前几期不是讲过了吗 那今天我们讲的Pista版本 也就是488的赛道版 是一个单门独立的版本 有人说法拉利就是他在研发车的时候 他的资源一直是不均等的 当他在F1车队上花钱多的时候 他量产车做的就不好 当他量产车上面做的特别好的时候 他F1就完蛋了 我们以近几年488这几款车的表现 和他的用料来看 真的法拉利投入了不少 而且以他现在F1车队的表现来看 那这几款488也应该是不错的车 从外观上和488普通版最大的不同 应该就是他前鼻子部分大大的衡量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道 这个据说是法拉利源自于勒芒赛事 法拉利488GTE赛车上面 沿袭过来的这么一个空气动力学成果 那么它的作用 无不外乎就是为了来梳理车前部的气流 让车前边的一个部分 变成一个双层的下压力的发生器 来让车头更加的贴近地面 来提高高速弯下车轮的附着力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 我们看不到的部分 就是车底盘的整个的气流梳理 也是比之前的488做了更大的改进 而且在侧面部分的后面 有更多的变化我们晚点再说 反正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488辫子整个更加的修长 更加的漂亮了 我认为这个才是488的完全版 从车尾看可以看到 488PIZZA相对普通版最大的不同 它车尾部分这一块的空气动力学 整个都经过了全新的设计 从侧面的进气口开始 它的进气口的负责进气的部分 已经没有了 已经挪到了尾翼的下面 从这进气了 在后面就是这个小小的压尾 和下面的主动扩散器 整个加一起 整个全车的空力 相对于普通的488而言 它又增加了100多公斤的下压力 当然指的是车速在200公里每小时下 那么整个它为的 就是让这辆车在高速下 你跑得越快 它带来的是更加优秀的操控 那么在其他操控方面呢 那么来自488的GTE赛车的 一些悬架几何方面的升级 包括像刹车系统的升级 也是西数用到了这辆车上 可以说我们是充分享受到了 当看到法拉利在赛场上驰骋的时候 从上面所收获下来的那些经验值 那些经验点都点到了这辆车上 让我们获得了一辆 更加接近于赛道科技的488 Pista 发动机部分呢 从670马力提高到了720马力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法拉利 非常正常的一个常规操作 对吧 马力大了是很正常的 那么它也是借用了很多赛道的一些元素 比方说它直接使用了钛合金的连杆 使用了加强的活塞 它的排气提管部分呢 也是借用了在赛车上的那款 488 Challenger上面的那个合金的排气 那么它所带来的呢 就是能够允许更高的排气温度 更加激进的发动机调校 然后来获得了这么多的马力的一个激发 那同样呢 还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并没有把488 Pista做得更加的硬核 更加的粗糙 我们看上去还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品 法拉利在做艺术品方面 好像已经越来越专业了 然后在后面车尾标的部分 有一个好玩的设计 这个我认为应该是车身的 外观设计部门和空力部门 打的一个小仗 就是空力部门认为 那个地方需要一个通道 来提高车尾的下拉力 闪上一个双层的尾翼 但是设计部门认为 法拉利的车标不能变小 所以车标在那里 就变成了一个镂空的设计 越马的码头部分 要高起车尾一部分 在那形成一个探出去的标志 就好像那个尾标 是后贴成的一样 所以这个我认为 是法拉利两个部门之间 不妥协的这么一个结果 我认为应该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 坐在488披萨的座舱里边 你就感觉那个硬核的法拉利 就回来了 让我们想起了 当时的那个458的 Speciality那个版本 就是一切为了性能 一切为了清冷化 你在下面可以看到 那个就跟赤啰啰啰的 露出骨头那个感觉的 铝合金的地板 碳线杯裹着Agentara的门板 然后门把手 是一根皮绳 座椅 那是只有包裹 没有舒适性 你在最纯正的赛车上的那个感觉 就是把你的骨头硌得生腾的感觉 就是这个椅子 而且椅子是手动调整的 方向盘也是手动调整的 那些电动机占用的那些重量 纯正的拉利是不会允许你再生个装的 然后这露出来赤裸裸碳线杯的预表台 其他的装饰什么都不要有 中控台上面就像之前拉巴拉利那样 碳纤维悬浮的这么一个控制台 再加上碳纤维的波片 这才是真正硬核法拉利的感觉 俗的轻轻化并不是白瞎的 他们会为整台车来偷轻 差不多90公斤的重量 那么对于一台车的操控而言 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提升 那毕竟是新一代的法拉利 它传统的那个机械钥匙已经没有了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自动的玩意 那所以说没有那个插入钥匙 拧动的仪式感了 那么你的操作就变得简单起来了 踩煞刹车按一下engine start的钮 你就可以唤起这台720马力的猛兽 我在车里还好 我只是需要大声喊 但是我相信车外的人已经需要堵着耳朵了 因为硬核赛车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我不需要去把转速升起来 虽然它是一台涡轮发动机 但是已经是能让你感觉到那种 纯正的汽油味的那种激情了 那好的 我们本期的超跑距离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